东京陪同翻译的一天是怎样的呢 今天是被外出任务排满的一天 上午陪同客户参观访问 早早地来到约定的地点 跟前台打声招呼 就让我在客厅等待 我很喜欢这家的装潢 房间宽敞 气氛清雅 谈话的内容似乎都变得不那么沉重 中午 刚好同事也在附近 简单的糊弄口饭吃 小笼包配炒面 世纪日本人煎饺配炒饭之后 又一经典的碳水炸弹 你们吃包子都配什么菜呢 下午还要继续赶路 东京的地铁真的很方便 我也是真的做不明白 最近天气不好的时候 就经常膝盖疼 能坐着就不站着 能走不踢 绝不爬楼梯 不知道90后的宝子们 你们的波棱盖还好吗 这不是眼看要到圣诞节了吗 商场里到处都是 圣诞节限定的商品 氛围感拉满 我到了冬天就很喜欢买水杯 试图提醒自己 要多喝热水 哦 快看这个榴莲杯 通体金色 简直不要太浮夸 但是 好喜欢 拿出去 我就是最亮的仔 在日本星巴克买杯子 可以赠一杯饮品 用小票换了杯最爱的 摩卡咖啡 少冰加奶 休息片刻 有时候 我们好像是一瞬间长大的 要学会独自面对 从今不想面对的问题 成长的道路 有时候会感到孤独 让我们不能再依赖他人 成年人的世界 或许复杂 但还是要保持一颗简单的心 回公司整理一下 明天要用的资料 以防射孔会紧张到忘词 你们的一天都是如何过的呢 欢迎来评论区 跟我分享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